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医院的房地产投资周期 我是医院,今天呢,大家看一个我身后这个房子啊,我们刚刚买的 这个房子呢,从外面看,其实还是不错的 房子最大的问题是,前方主留下了很多很多东西 说的很多,是真的很多 先提醒大家一下有一个新的准备,特别多东西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面啊 你看,除了正门这些之外 这院子里面还是,还有一些忘记忘记的东西 这垃圾没有完全清 通常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也不会要求卖家把房子清得特别干净 但是这个,这一家确实是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是,我们一进门,看这个 荷袄子里面,对于忘记忘记的东西,还有一些衣服什么的 这个房子还挺大的,总共是两层,然后有2400尺吧 将近,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厨房里面 食物,厨房用具,咖啡机,还有一个小的microwave,这边还有一个咖啡机,这边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然后这些抽屉里面呢 这抽屉里面也有很多东西,这些柜子里面都有很多的东西 这边是dining room 还好它那个柜子里面的东西基本都清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地上还有客厅里面还有这个家具,沙发,桌子 这走往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 这个前屋主还可以给我留了一张纸条,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 他说的意思就是很不好意思,feel badly and have to laugh such a mess 但是,这确实是东西比较重要的 这是卫生间里面,这是其中的一个卫生间,总共应该是有三个卫生间 这里面也有很多衣服,而且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把这个衣服都丢到浴缸里面了 但有可能是他们当时在收拾的时候丢在这呢 这是其中的一个卫室 有几件家具,有好几件了,一二三四件家具,还有乱七八糟的衣服,一大堆 这个衣服里面,这全都是 这门的后门还有鞋挂在这 这里有一间卫室,全都是东西 包括这个衣服里面,这是主卧了 这里有两个衣服,都是慢慢来弄的 房子中间也放,慢慢弄的东西 这边是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应该是刚刚装修过不久 看起来还不错,也是比较乱吧,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 然后我们再去楼下看一下 楼下应该有一个套间由洗衣房和卫生间 这边进来之后,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厅 这里面很多很多,怎么说呢 应该说是蛮有趣的东西吧 比如说,这有很多比较早期的可乐罐子 有懂的朋友们不知道这东西值不值钱 这还有可乐 里面居然还有饮料 就没打开的,品尝可乐 也不知道值不值什么钱 这还有一些锅 这还有一个很老的 这应该是一个唱片机 对,黑胶唱片机器 有人要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 这边还有些乱七八糟的 我就不去看了 这些柜子里面也是满满灯灯的 都是东西 这种杯子啊,碗啊什么的 这边算是一个卧室 但这个地方又没有移除 所以我们应该会在这地方再加一个装置 这地方就可以变成一个卧室来用 这里是卧室间和洗衣房 这两个洗衣机,烘干机一看着还是不错的 还有地板 这个里面也相对比较新 这个地方 因为这房子我们是准备留着出租的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去做什么修改 这一个淋浴 这边是车库了 车库呢 它这个车库还挺宽敞的 但是呢,他们把一个车库给 车库门给挡住了 封了一条墙 这边又做了一个隔间 就变成了一个可能是活动室吧 我们应该会把这个墙拆掉 就是把车库挥布的原来的样子 然后车库后面有一个小的工作区间 这里面的东西简直是像垃圾堆一样 特别多东西 这边里面还有一片地方 放了满了东西 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个要清垃圾的时候 清多少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这个 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数量 我也只是一个估计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要把它清干净嘛 这还有些工具呢 就是一个Bench Press 还有一个Ben Saw 这个工人应该是能 可能又会有用到 等你拿走得不好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最后能装多少个垃圾箱 就是那种40样的垃圾箱 最后能装多少 这还没完呢 这只是室内的部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院 你看这能够 这好多东西 这一进来之后 就是各种各样的垃圾箱的东西 各种破烂这边 这还蛮 还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这 还好我们有团队来做 要是我的话 让我一个人搞定 我就看到这些东西就有点傻眼了 这边 还有一个大梯子 基本上我每次买个房子都能得个新梯子 等下就留在这工人师傅干活的时候用 这边还有个储藏室 这里面也是 也是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这已经 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 这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这个里面原来是满的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面东西是满的 后边还有一个小孩的这种tree house之类的 这有一个小shed 这个里面也是满满的 有一个装大狗的笼子 后面是什么机器都搞不清楚 还有汽车的大灯好像 还有一个电锯 这里面也有很多东西 这个应该是个鹿角 这个应该是个鹿角 这一个鹿角在这 这还有一个 这个BBQ 这个BBQ 估计样子 这也是看着比较 比较旧了 这样能不能用 啊 这还有一个 原来应该是游泳池 填了一半之后 放了一个这个鞦韆在里面 这个走道 这后面也是乱七八糟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那个 HOP TAB 这还有一个砖狗的笼子 还有自行车 各种花盆 这是院子 这里面还好 零零散散的一些垃圾 不是特别糟糕 这还有一个小朋友玩的 Playground 这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工具 真的是 还没玩啊 还有 这个deck deck上面也好多 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都 我们最后都要把它扔掉 这个还是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见不见过 这么乱的一个家 我们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您点赞订阅关注 拜拜 嘿 嘿 嘿